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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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所講的題目是生物的生殖 生物的生殖喔 2010年這個Robert Edwards 拿到這個諾貝爾獎 他拿到羅貝爾獎的一個工作呢 是他發明這種 所謂的人工受精的一個技術 人工受精的一個技術 那人工受精的技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不孕率 就是沒辦法生出小孩 這種不孕的一個機率 以總人口來說呢 不孕的機率大概是十分之一 每十對的一個 這個夫妻大概有一對呢 是有不孕症的一個困擾 那如果說只有以三十到三十四歲 這個年齡層呢 大概每七對有一對 那三十五到三十九歲呢 大概每五對有一對 那超過四十歲啊 你可以發現啊 他事實上機率就變得非常高 每四對的一個夫妻呢 就有一對是 這個有不孕症的一個困擾 有不孕症的一個困擾 那正常的時候 正常的時候呢 這個卵巢排卵 那這個卵子排出來之後呢 他會沿著輸溫管 然後運送 到最後呢到達子宮 到達子宮 所以在卵巢排卵的時候呢 如果這個時候 從排卵到卵子啊 到子宮的這個過程 如果他有遇到精子 不管是在這個地方遇到 在這個地方遇到 在這個地方遇到 如果他遇到精子呢 就會受精 就會受精 那受精之後呢 這個卵子啊 當然呢就會開始分裂 就會開始分裂 從一個卵子排卵出來 遇到精子了 受精 那開始從一個受精卵 變成兩個細胞 變成四個細胞 逐漸呢 隨著他的一個運送到子宮 他逐漸不斷的一個分裂 逐漸不斷的一個分裂 到逐漸會有一個 所謂的著床的一個程序 著床的程序 那 如果是 這個不孕症 要用人工受精呢 那現在就面對一個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就是說 假設呢 我們現在啊 從這個女方 拿到這個卵子 比如說我們注射排卵針 讓它排卵 那你拿到這個卵子 然後呢 從男方啊 拿到精子 你讓這個精子跟卵子 讓它在體外的環境 因為呢 因為在正常的一個程序呢 說不定是 精子的數量比較稀少啦 或是 精子的油動力比較差啦 等等很多很多的因素 它沒有辦法有這種自然的 受精的一個過程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卵子跟精子 拿出來 在體外的環境 在實驗室之下呢 讓這個精子跟卵子 能夠接觸 能夠接觸 但是 在體外的環境 精卵接觸 產生受精卵之後 這個受精卵真的會分裂嗎 在體內的這種自然的程序 它會隨著 不斷的運送 有這種逐漸分裂的一個現象 在體外的環境呢 它有這種能力嗎 它會不會就根本 受精之後就 不怎麼分裂了 或是不會分裂了 這個 所謂的 Robert Edwards 拿到諾貝爾講的一個 主要的工作呢 是它發現 啊 精卵呢 在體外啊 產生這種受精的作用之後呢 它事實上 有能力 會逐漸的 不斷的從受精卵 分裂 成兩個細胞 四個細胞 八個細胞 再不斷的分裂 所以1969年啊 這個Robert Edwards 他就發現 他經由一個觀察 他就知道說 這個受精卵在體外呢 會跟正常的生理情況一樣 它會不斷的一個分裂 它有這種分裂的能力 這種分裂的能力 到最後呢 會分裂成一個叫做 blastocyst 是一個中空的細胞球 中空的細胞球 那這個中空的細胞球呢 也就是啊 這個 這個受精卵 到最後要著床 在子宮壁著床的一個形態 一個形態 所以 這個Robert Edwards 他就證實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種精卵 在體外的環境 受精 它還是有能力 模擬正常的生理情況之下 它會啊 這個 有不斷分裂的一個現象 不斷分裂的現象 今天的課程注意聽 今天課程 有很多的題目 有很多的題目 那 這種所謂的 中空的一個圓球 這種小 這個 幾個受精 幾個受精卵呢 開始分裂成幾個細胞 這個時候啊 它的一個size 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的小 那這是一根縫衣服的針 的針尖 針尖 如果說你把這個八 假設它分裂到八個細胞 你把這個分裂成八個細胞的細胞球 這個團呢 把它放在啊 這個針尖上面 你在顯微鏡下 所看到的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所以呢 它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的小 好 那現在呢 在體外的環境 我們讓這個精子啊 跟卵子 來 這個相遇 產生這個受精的動作 受精的動作 那 如果說呢 這個人啊 這個男生呢 他的精子啊 數量比較少 我們可以加以濃縮 加以濃縮啊 那你就可以取得比較 數量比較多的 一個精子啊 來跟這個卵子啊 放在一起 然後產生這個受精軟的 一個作用 受精軟的作用 那如果說 這個男生的精子呢 他是不會游泳的 他連動都不會動 他有點異常 他游泳 精子游泳的速度 能 或是能力呢 是比較差的 那怎麼辦呢 還是有其他方法 比如說呢 我們用顯微注射的方式 顯微注射的方式 也就是說呢 在實驗室之下 我們把這個卵子呢 把它固定 這邊有一個吸管 把這個卵子吸住 讓這個卵子不要跑 那另外一邊呢 就用一根比較細 非常非常細的一個 玻璃注射針 然後把精子啊 吸到這個注射針裡面來 在顯微鏡之下 然後呢 藉由這個注射針 把精子啊 注射到卵子裡面去 注射到卵子裡面去 完成啊 所謂的人工 幫助他受精的一個過程 那所以 你看 把這個精子啊 注射到卵子裡面去 那當然這個受精的過程 就完成了 可是呢 有時候啊 這個精子啊 它游動能力比較差 但是呢 它又是 會導彈 會導彈就是說 它這個 它還是會游泳 它尾巴還是會旋轉 還是會有游泳的能力 所以呢 你把這個精子啊 注射到卵子裡面去呢 它就在卵子裡面 游來游去 結果啦 就把這個卵子啊 搗爛了 就把這個卵子啊 就死掉了 所以呢 有時候我會把這個尾巴 精子的尾巴呢 先把它切掉 因為尾巴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這個精子的頭部啊 它含有這個 遺傳物質 DNA DNA 所以啊 有時候會把這個尾巴呢 乾脆把它拿掉 只有把這個頭部啊 把它注射到 這個卵子裡面來完成這個 受精的動作 受精的動作 那接下來呢 不管是這樣的一個程序 讓它自然精子跟卵子 呈成受精卵 或是來用顯微注射的方式 我們都可以讓這個受精卵呢 持續不斷的分裂 分裂到一個特定的階段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有很多小球的一個 中空球體 Blastocyste 這種中空球體呢 那我們再把它啊 這個注射到 子宮裡面去 讓它在子宮裡面啊 著床 著床 那這個著床的過程啊 我們等一下再提 再提喔 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嗯 如果是精子的問題 我們可以把它濃縮啦 或是用顯微注射啦 那有的夫妻啊 不孕症呢 是因為 我們這個女方啊 本身呢 她可能在 我們這個 懷胎的 這個一些機制 比如說像 子宮呢 她有一些問題 所以說呢 她根本沒辦法 你沒辦法把這種發育的 這種小球啊 受精卵 手發育出來的這種小球啊 把它注射到子宮裡面去 她沒辦法順利的著床 沒辦法得到 足夠的一個養分 那怎麼辦呢 那有一個方法 就是找代理孕母 找代理孕母 所以就不是注射到 原來這個女生 這個子宮 是注射到另外一位 這個代理孕母的一個子宮裡面 讓她在別人的 這個 別人的身上啊 這個 繼續發育 繼續發育 那有時候呢 這個女方啊 再更麻煩的是 這個女方呢 她根本啊 沒有自己的卵子 或是她卵子的品質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那這樣到 到這個地步呢 就直到怎麼樣 直到啊 就買這個卵子 買卵子 所以呢 就有一些 廣告就是說 不遺症的服務呢 她會要徵求 對外徵求啊 這個卵子的提供者 那你對外徵求 卵子的提供者 你當然要付出 不少的代價 比如說 這個廣告啊 她就說 五萬塊美金 要來買一個啊 這個卵子 這個卵子 那這個卵子呢 提供卵子的女生啊 她們希望呢 是年輕的女生啊 那要有一個 身材要高挑啦 要有運動的一個 喜歡運動啦 有運動神經的啦 或是說 本身是健康的啦 又是聰明的啦 等等等 因為你現在要買這個卵子 你付錢 那當然你就可以提出 很多很多的要求 比如說他們說 我們要找長春藤的一個學生 來提供卵子 那一個卵子呢 是五萬塊美金 那所以說這個是 萬一萬不得已 要做這種人工受精 那卵子又不行的時候呢 就可能啊 走這個途徑 走這個途徑 那我們剛剛說啊 這個 Robert Edwards 他是啊 拿2010年拿到諾貝爾獎 拿到諾貝爾獎的原因啊 是因為他啊 這個 發明啊整個 體外受精的一個過程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那他在1969年啊 發現啊這個 受精短他持續啊 持續啊 在體外呢 還是可以持續不斷的分裂 不斷的分裂 所以後來啊 可以把他拿來 再移回子宮 讓他變成一個新的 這個胚胎 然後到最後變成一個小孩子 變成一個小孩子 那有一對夫婦啊 叫John Brown 跟Leslie 這對夫妻呢 他們一直想好自己的小孩 那後來他們沒有辦法成功 試了很 試了九年啊 沒辦法成功 那後來呢 在1977年 1977年呢 就去拜訪這個啊 Robert Edward 然後呢 後來 Robert Edward 就想說好 那幫助他們 試試看 因為從來沒有在人身上 實際的試過 那後來啊 他們1977年呢 這個 Robert Edward 就決定幫他們忙 那後來成功了 在1978年呢 就產下 這個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位 試管嬰兒 試管嬰兒 也就是 體外受精的方式呢 然後 試管嬰兒 當然不是在試管裡面長大的啦 Anyway 就是在體外的環境 然後呢 讓他產生精軟受精 然後再移回去 這個女方的一個子宮裡面 讓他發育成一個完整的一個胚胎 完整的胚胎 這是1978年啊 第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後來呢 其實就變成非常非常普遍 非常非常普遍喔 那 剛開始的時候啊 其實 也受到很多人的攻擊 因為他們覺得說啊 這科學家呢 不能夠愉悅本分 不能夠做上帝所做的事情 那可是現在已經很普遍了對不對 就像現在大家知道的幹細胞的研究 幹細胞研究啊 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受到很多很多的一個 味道人士的一個反對 尤其啊 比如說像美國的一個政府呢 他們還有一個規定 官方的經 官方的經費啊 絕對不可以用來支持幹細胞的研究 幹細胞研究 可是呢 這個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觀念改變啊 就變成說 這個是理所當然 或是說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就像現在做四管嬰兒啊 做這種體外受精 我們四管嬰兒的一個手術 其實是 蠻普遍的 其實是蠻普遍的齁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來探討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每個人都是一個unique的個體 每個人都 彼此之間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每個人 每個人身上的體細胞 為什麼說體細胞呢 因為我們身體主要有兩種細胞 一種是體細胞 你身體所有的細胞 除了生殖細胞之外 所以我們大概有兩種細胞 一種叫體細胞 一種叫生殖細胞 生殖細胞當然就是指的是 軟脂或精脂 軟脂或精脂 我們所有的體細胞都含有二十三對 也就是二十三對 也就是所謂雙套的染色體 雙套的染色體 這個雙套的染色體事實上 都是從受精卵發育而來 受精卵當然就是來自於精子跟軟脂 這個產生這種受精的作用 所得到的一個受精卵 那精子跟軟脂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生殖細胞 生殖細胞 那生殖細胞本身都攜帶二十三條染色體 所以當精卵受精的時候 就會變成二十三對 也就是所謂的雙套 雙套的一個染色體 所以呢 每個新的小孩子 新生的小孩子 他事實上都是 從爸爸媽媽那邊 各得到一半的一個 這個染色體所攜帶的遺傳物質 手攜帶的遺傳物質 那這裡是一個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受精卵分裂的一個過程 受精卵分裂的一個過程 可以看到他現在一個受精卵變成 次上這已經是四個細胞了 他剛橫的已經分裂一次了 這裡又分裂一次 然後接下來這樣又分裂一次 他每次就是以二的倍數 這個來增加 所以這邊上面四個細胞 下面看不到的有四個細胞 已經是八個細胞了 然後接下來呢 就會再次的分裂 所以呢 這個受精卵 他就開始不斷的分裂 每次以二的倍數 從受精卵變成兩個細胞 變成四個細胞 變成八個細胞 變成十六個細胞 以這樣的一個二的倍數 來快速的一個分裂 快速的分裂 我們就看到這個地方 好那 剛剛提過啊 排卵的時候呢 這個卵子啊 如果遇到精子 就會產生受精的作用 受精的作用 所以一個卵子啊 它有二十三條染色體 那遇到精子之後 產生受精作用呢 它就變成二十三條 再加二十三條 就所謂的四十六條 也就是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那接下來這個 受精卵開始不斷的分裂 開始不斷的分裂 從一個細胞 四十六個 就是二 不好意思 二十三對染色體 從二十三對染色體 也就是四十六條 接下來變成兩個細胞 那在這個分裂的過程啊 從一個細胞 變成兩個細胞 那這兩個細胞 是不是它所攜帶的遺傳物質 就變成一半呢 當然不是 那這兩個細胞 它每一個細胞呢 就帶有跟原來 一模一樣的 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在這個過程中 發生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從一個受精卵 變成兩個細胞 變成四個細胞 它可以確保每一個細胞 都攜帶有原來 跟原來這個受精卵 一樣的一個遺傳物質 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都是一樣的 不管它分裂成多少細胞 每個細胞都攜帶 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那接下來呢 這個這樣比較細 大家就不用記了 不用知道了 就是說 這個受精卵 不斷的分裂 二四八 以這樣的一個兩倍的方式 不斷的分裂 分裂到最後 就形成這個 所謂的blastocyst 中空的軟圓圓球 中空圓圓球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球狀體 那我們如果把它切開來看 它裡面 有大部分的空間 是中空的 是含有一些水狀液 那細胞呢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剩下的細胞呢 分裂出來的細胞就在這裡 那這個很奧妙喔 在這個時候啊 這些細胞啊 它其實命運啊 已經開始改變了 本來 如果說 從一個受精卵 那正常的分 正常的一個情況呢 是它到最後 著床 然後就生出一個小孩 變成一個孵化 就是生出一個 發育成一個小孩 發育成一個小孩 那如果說 受精卵在這個地方呢 它變成兩個細胞 這兩個細胞 不小心分開了 不小心分開了 那不小心分開了 就變成是有兩個細胞 那每一個細胞呢 它還是可以 持續不斷的分裂 所以到最後呢 這兩個細胞 就變成兩個胚胎 就是所謂的 同卵雙胞胎 同卵雙胞胎 那如果是四個 不小心分開了呢 那就變成四個 一樣基因的 這個雙胞胎 就變成四胞胎 就變成四胞胎 所以 在這個過程啊 每一個細胞 都是萬能的 每一個細胞 跑出來之後 它都會變成一個 獨立的個體 你可以發育成一個小孩子 發育成一個小孩子 可是當它 不斷的分裂 分裂到這個階段 假設在這裡都是正常 都沒有 任何細胞跑掉了喔 可是呢 當它分裂到這個階段 分裂到這個 所謂blastocyst 這個階段呢 這個時候啊 細胞呢 它的命運啊 開始有一個 基本的 第一步的分化 也就是說呢 有些細胞的命運 就已經被決定了 被決定 怎麼說呢 外面的 注意看喔 這題考你們好了 外面的這一圈細胞 外面的這一圈細胞啊 它的任務呢 它接下來的任務是什麼 它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說 它已經被決定 它的一個 一個 使命了 它接下來的任務就是 跟子宮壁 融合在一起 然後形成什麼 形成所謂的胎盤 它的工作就是負責 從媽媽的子宮壁 去吸取養分 然後呢 把這個養分吸取進來之後 提供裡面的這一團細胞 到最後就會發育成一個小孩子 發育成一個小孩子 所以 外面的細胞 它只會做 從媽媽的子宮壁 吸取養分這個事情 裡面這一團 這團細胞呢 它就會分化成這個小孩 接下來這個小孩子的 所有身上 所有的器官 所有的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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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假設 問同有一個問題好了 假設呢 今天發育到這個 Plastosis的這個階段 然後不小心啊 有一個細胞 跑出來了 這個細胞啊 會不會 接下來 分化 發育成一個小孩子 會不會 如果剛剛講的話 你 有點聽得懂的話 紅配置 會不會 你覺得會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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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負責吸氧 負責吸氧 負責 你就說 現在是裡面 裡面的這個細胞喔 不小心掉一個細胞出來 對 嘿 那它有沒有辦法 變成一個 發育成一個個體 沒有 為什麼 它少了什麼 那個 黏在那個 黏在子宮壁的 形成胎盤的那些細胞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說啊 在這個Plastosis的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決定了 一個 做第一次分化 第一次的分化 外面這些細胞 只能夠形成胎盤 裡面啊 這一些細胞呢 可以形成小孩子身上的任何細胞 小孩子身上的皮膚細胞 感覺神經細胞 任何的細胞 但是就不能夠形成胎盤細胞 就不能形成胎盤細胞 所以它掉出來之後 它可以分化成 如果說它有營養分的話 它事實上可以變成一個小孩子 可是呢 它根本得不到養分啊 因為它 沒有辦法 再一次啊 回去變成是可以吸收養分的一個胎盤的細胞 所以這個細胞跑出來之後 它分化了幾個細胞之後 它活不下去了 因為呢 它得不到養分 從媽媽的這個 子宮壁啊 得到養分 所以它根本活不下來 根本活不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啊 這個細胞啊 已經進行第一次的分化 該做 這個啊 我們接下來分化成胎盤 的一個細胞呢 就是專門做胎盤細胞 它只能夠做胎盤細胞 不能夠 發育成小孩子的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 裡面這團細胞呢 就可以發育成小孩子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細胞 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細胞 那 事實上啊 這裡面這團細胞啊 就是幹細胞的來源 幹細胞的來源 那 我們沒有時間啊 不然這個地方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幹細胞的來源 那我們說啊 我們的這個子宮壁 子宮壁啊 會有肥厚的一個現象 尤其在月經的這個週期的過程中 那在月經週期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子宮壁啊 它事實上呢 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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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週期子宮壁呢 它會慢慢的增後 慢慢的增後 它在 排卵前 排卵前 大概一個禮拜前 一個禮拜之前呢 子宮壁啊 子宮內膜呢 會開始啊 增後 也就是這個子宮內膜啊 開始增後 增後的原因是什麼 增後的原因是 它開始增後之後 接下來呢 卵子排放出來了 那卵子呢 又經過七天的 大概七到九天 的一個移動的時間 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剛好是 子宮壁 已經完全增生 完全增生 完全增生啊 就是為了讓 著床準備 讓這個著床啊 可以準備 所以在 排卵之前 子宮壁啊 就開始 慢慢的增後 這是它厚度啦 慢慢的增後 那接下來呢 排卵了 那排卵之後呢 這個時候啊 其實就是 基礎體溫啊 開始上升的時候 那接下來呢 這個卵子啊 就開始 沿著這個疏軟管 開始移動 大概移動了 大概七到九天 到達這個子宮壁 這個地方 接下來就是 大概這個時間呢 是最適合著床的一個時間 最適合著床的時間 那如果說 在這個時間之後呢 這個卵子啊 不是受精卵 就沒有這個 沒有受精啦 那接下來 我們之前已經提過 子宮壁的細胞啊 它接下來就會啟動啊 這個細胞自殺的一個層次 細胞自殺的層次 所以啊 這個子宮壁啊 它就會開始脫離 開始剝落脫離 那由於它要供應養分嘛 所以它會 長很多的血管 到這個子宮壁來 到這個子宮壁 長很多的血管 增後 然後長很多的血管 等著要供應養分 給小孩子的胎盤 那現在呢 沒有受精卵過來 所以這個細胞啊 開始死亡 開始剝離 那因為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新生的血管 這些血管啊 當然就會造成 嚴重的一個出血的一個現象 出血的現象 這就是所謂的月經 所謂的月經 那 一個層體啊 一個人喔 大概身上呢 有十的十四次方 一百兆個細胞 一百兆個細胞 那這一百兆個細胞啊 都是從一個 受精卵發育而來 從受精卵發育而來 從受精卵發育而來 而且呢 這一百兆個細胞啊 你身體有一百兆個細胞 這一百兆個細胞呢 每個細胞所攜帶的遺傳物質 都是那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跟原來這個受精卵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如何從一個細胞 變成十的十四次方個細胞 然後讓每個細胞 都帶有一樣的遺傳物質呢 這個過程啊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必須說嚴厲的控制 嚴格的控制 這個過程啊 稱為細胞周期 細胞周期啊 指著就是說 今天呢 一個細胞 它要分裂成兩個細胞 那分裂成兩個細胞 你要確保 你每一個細胞呢 能夠攜帶 跟原來的細胞 一樣的遺傳物質 一樣的遺傳物質 比如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呢 它是一個雙套的二十三對染色體 那在分裂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 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 然後在分裂的過程中呢 你拿一份 我拿一份 變成兩個細胞 那這兩個細胞啊 就攜帶跟原來一樣的 一個 我們這個 遺傳物質 同樣是二十三對 二十三對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每分 每一次 複製遺傳物質 到完整的分裂成功 完整的分裂成功 成為一個細胞周期 成為一個細胞周期 那這個細胞周期啊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不能夠出錯 一出錯啊 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我們後面啊 就會提到癌症 就是這個細胞周期啊 它的控制呢 失去啊這種 正常的一個 運作 正常的運作 那我們剛剛說 每個細胞周期 都有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二十三對的染色體 那染色體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那染色體 有什麼樣的一個特性呢 染色體啊 事實上就是 我們的遺傳物質 DNA 跟一些蛋白質啊 它的一個複合體 結合起來 這個是DNA 所形成的一個螺旋狀結構 然後呢 再配合一些 這個蛋白質 然後呢 DNA跟這些蛋白質呢 經過啊 這種有效率 有規律的一個折疊 折疊出來之後呢 變成一個很小的一個 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啊 稱為啊 所謂的染色體 稱為染色體 要準備分裂的時候 也就是說 細胞要準備分裂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你的遺傳物質啊 你的這個DNA呢 就會形成染色體的方式啊 來存在 為什麼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今天啊 有兩條毛線 很長很長很長毛線 然後你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我叫你說 你把這兩條毛線啊 分開 容易 不容易對不對 兩條毛線 你把它混在一起 攪一攪 你要把它很快的把它分開 是很難的 那如果說呢 好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把每條毛線呢 都把它捲起來 捲成兩團毛線 那我要把它分開 是不是容易了 所以一樣的概念就是說 你呢 如果細胞要分裂了 那你這個DNA啊 沒有摺疊 還是擅滯的話呢 你要把它分開 讓每個細胞可以得到一份呢 談何容易 不容易啊 所以呢 你細胞要分裂的之前呢 你的所謂的DNA啊 就必須 有歸理的摺疊 成所謂的染色體 成染色體 那因為細胞要分裂了 所以呢 你的染色體啊 也必須要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 所以它會形成所謂的 解面染色體 也就是說 這一條呢 它也複製了一條 所以呢 這是剛好一個copy 本來的這一條 它要複製了一條 那這兩條啊 在一起 成為解面染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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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種 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基因 那基因呢 就是由這種所謂的 每一個呢 可能就是一個 ATCG裡面的一個 我們有四個密碼就對了 我們有四種密碼 然後呢 組合成 慢慢的排列 所謂形成啊 這種所謂的 這個基因 形成基因 那 同學可能會想說 我們只有四個密碼 那我們怎麼能夠有那麼多 各式各樣不同基因 人類啊大概有三萬個基因 三萬個基因 那我們只有四個密碼 怎麼去構成這麼 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 這個序列 然後形成這種基因的結構呢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我們英文字母 有二十六個字 那我們的單字記有二十六個字嗎 不是嘛 當然不是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我們有二十六個字母 那比如說 上面這一行看起來 乍看之下 是毫無規律的 毫無規律的 那我們知道說 字母啊 這個字圓 每個英文字母呢 你把它適當的組合呢 就會變成一個單字 變成一個單字 所以呢 你上面這一行啊 看似是很雜亂的這個字啊 它其實呢 是有許多的單字 你把它適當的斷句之後呢 它是有許多的單字 可以分出許多的單字 那好幾個單字呢 事實上就可以組成一段的句子 組成一段的句子 所以你剛剛看到很 看似雜亂的一個 這個字母的一個排列呢 其實啊 它是一個句子 一個句子 這裡就有兩個句子 就有兩個句子 那我們等一下說啊 這個 我們的基因啊 事實上也是這個樣子 它雖然只有四種 A T C G 只有四種 這個 核糖核酸 所構成而已 但是呢 你經過適當的排列 適當的長度 跟適當的排列 它就變成是一個 有意義的東西 這個東西啊 我們叫做基因 叫基因 也就是說呢 比如說 這個是染色體 那事實上它是由這種 DNA啊 所堆疊起來的 那這個DNA呢 比如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G T T A G T T 然後再 T T C C 這一段好了 我們假設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這一段好了 這一段呢 看起來就是所謂的 ATCG 它的一些排列而已嘛 一些排列而已 那這一段呢 就可以變成形成 一段的所謂的基因 也就是說 這一段序列 接下來呢 它可以用來 製造成特定的一個 蛋白質 然後產生功能 產生功能 所以呢 這個基因啊 可以有ATCG 這種不同的一個排列 以及不同的長短 所構成 那我們這個 所以一個染色體裡面 就含有很多很多的一個基因 比如說 這裡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 是一段基因 那這裡到過來了 又是另外一段基因 那每個基因啊 都可以形成一個蛋白質 形成一個蛋白質 然後來產生功能 接下來產生功能 所以我們染色體裡面 就含有很多很多的一個基因 這些基因啊 事實上都是由DNA 排列出來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26個字母 你適當的排列 你就會形成不同的句子 有不同的意義 不同的意義 就代表像這邊一樣 每個基因呢 會形成不同的蛋白質 有不同的功能 是一樣的 那四個字母啊 真的能夠組成那麼多 有變化的一個基因嗎 舉個例子 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有 光的顏色也有三個顏色 RGB 有三個顏色而已喔 RGB 但是你能夠看到多少顏色呢 你能看到多少顏色 你猜 你覺得 無限 無限 你看到三個顏色而已嗎 不只啦 隨便講紅塵黃綠藍 鏈紫就好多顏色 對不對 你覺得呢 你可以看到幾種顏色 幾百萬 幾百萬 好厲害 我們可以看到七百多萬種顏色 RGB 三個顏色呢 它不同的比例的混合 再加上不同明暗度 亮度暗度 不同明暗度的一個組合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最少七百多萬種 七百七十萬種以上的一個顏色 它只有三個顏色啊 RGB 它就可以過成七百多萬種的一個顏色 我們有四個核糖核酸 ATCG 要過成三萬個基因 難不難啊 其實不難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更簡單的 更簡單的例子 我們的電腦 電腦的一個digit 就是事實上它只有兩個位元 只有0跟1 電腦就是由0跟1這兩個位元 來構成它所有的一些 圖畫啊 文字啊 聲音啊 都是由0跟1所構成 比如說 我們看到說 嗯 幾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窗戶的窗 這個窗這個字呢 它在電腦啊 它的一個程式語言呢 可能是010010011111 它一讀到這個這串字圓 就把它解釋成窗戶的窗 那窗戶的戶呢 可能是0111110011 它只有兩個digit 可是它可以解釋成 你所知道的任何的字 還有圖形還有聲音等等 所以它也只有兩個digit而已啊 所以事實上 我們有4個ATCG 4個胃元 4個不同的一個核糖核酸 要構成3萬個基因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非常容易的事情 好那 我們接下來 再來看一下這個 染色體啊 23對染色體所含的基因 那這個基因呢 剛剛在前面的那個 幻冬片呢 已經知道說 每個人身上所攜帶的 這個染色體 染色體裡面的基因呢 都來自於你的父母 來自於你的父母 所以呢 這種 染色體裡面的DNA 就可以當作 親緣鑑定一個 很好的方式 很好的方式 比如說 有些謀殺案啊 有一些親緣鑑定啊 或是說 這個找到一些 比如說最近有一些例子 在台北呢 什麼山 找到一些白骨啊 證明這個人到底是誰怎麼辦 從這個DNA的一個鑑定啊 就可以幫他找到他的家人 找到他的家人喔 比如說 按 命案現場 找到這個人 這個人被殺了 然後他在他手 指甲裡面呢 找到一些 不是他的 不是這個人的 一些皮屑 他可能跟這個 殺他人打架啦 抓了他 或是剛好拉他頭髮 在他指甲裡面呢 找到這個 不明 不明的一些 我們這個 組織 比如說毛髮啦 或是皮屑 然後把它拿出來呢 加以 加以放大 加以放大 那放大之後呢 我們從這個 個體啊 所拿到的這些 sample啊 我們可以把它DNA 找出來 然後把它加以放大 放大之後啊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程序 一些電勇的 反正就是去跑一些這種 科學的一個步驟 然後呢 就會使得啊 這個DNA的一個pattern 每個人啊 都有不同的DNA的一個pattern DNA的pattern 那 比如說這裡我們抓到七個人 這個呢 這個被殺的人呢 他有幾個 我們知道說 可能會被誰殺 找到七個兇嫌 找到七個兇嫌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 死者啊 他身上所找到 這種兇手的一個線索 就DNA放大之後呢 去跑 跑所謂的 電勇啦 就一種科學的程序 那 其他的七個人呢 我們 比如說 他的一個 口腔裡面的一些細胞啊 也來做這種 DNA的一個電勇 那 所以說 所以說呢 哪一個人是兇手 這邊呢 是現 犯罪現場所找到的 DNA的樣本 所跑出來的一個 電勇的結構 那其他七個人這樣子 那哪一個是兇手呢 鄭亞欣呢 哪一個 哪一個人是兇手 第三個 因為 第三個跟這個 他的一個DNA的配人 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知道 誰是兇手啦 那比如說呢 要鑑定誰是不是誰的小孩 也用 這種方式 我們就可以鑑定出來 鑑定出來 因為他們 有這種所謂千年的關係 他們的DNA啊 會有極高的相似性 這種DNA的一個序列 會有極高的相似性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 細胞周期 這個細胞周期 我們剛剛說過啊 細胞要分裂的時候呢 它就要進行一個 細胞周期 確保這個遺存物質呢 能夠 被複製一份 然後呢 精準的 讓每一個分裂出來的細胞 都攜帶有 一樣的遺存物質 一樣的遺存物質 這個細胞 還沒有要分裂 所以你看它的一個 細胞的細胞核 裡面呢 它的一個 DNA 是隨意散製的 有沒有 好像我說的 毛線沒有把它捲好 一樣 它隨意散製的 你現在要把它變成 一人一半拉開 容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啊 當然不容易 所以呢 要進入細胞分裂的過程呢 第一個過程就是 你的這些遺存物質 要先複製 複製完之後呢 你可以啊 你在顯微鏡之下看呢 是 是看不出什麼東西的 但是呢 如果它一旦開始複製 它要分裂的時候 它複製呢 你就可以看到 染色體的存在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你就會 你就會清楚 那這是一個 動畫 那這個動畫呢 指的是一個乳癌的病人 乳癌病人啊 它的一個 乳房細胞的一個 一個過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這裡有一個癌細胞 這裡有一個癌細胞 乳癌的細胞 那我們把乳癌細胞呢 進一步放大 染色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癌細胞啊 裡面有這種 所謂的 染色體的一個存在 染色體的一個存在 它已經啊 是規則的排列了 規則的排列了 那 規則的排列 你可以看到喔 每一個還不是只有一條 它是 是兩條 我們如果把它 規則排列起來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繼續給它一個編號 其實就像上面這個樣子啦 那從剛剛這個動畫 我們可以再來看 我們再看一次好了 再看一次 它就會提供你一個線索 我們先講一下 癌細胞啊 就是一個不乖的細胞 正常的細胞 我們每次的分裂呢 它都必須要經過一個 完整的細胞周期 而且我們身體的細胞 它其實不會隨意分裂的 它不會隨意分裂的 你的肌肉細胞 會不會隨意分裂 變成兩個細胞 變成四個細胞 不會嘛 那就慘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細胞 身體的體細胞 基本上大部分的細胞 都不會隨意分裂 但是癌細胞不一樣 癌細胞 它這個細胞周期 它已經失控了 它隨時再也進行 細胞周期 隨時再也產生新的細胞 產生新的細胞 所以癌細胞是一個 不斷要進行分裂的細胞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在癌細胞 我們如果把這個細胞 拿來看 它細胞核裡面的這些遺傳物質 是不是應該都是以染色體的方式存在 我們剛剛說 只有這種不斷要進行分裂的細胞 它的遺傳物質 才會聚集在一起 形成染色體嘛 對不對 正常如果沒有要進行分裂的細胞 它的DNA會均勻散製的 均勻散製的 所以我們剛剛 在這個乳癌細胞 癌細胞 才可以看到 它的遺傳物質 都已經複製了 而且呢 都已經堆疊成染色體了 都已經堆疊成染色體了 如果是正常的細胞 你就看不到裡面有這種 明顯的染色體 DNA的堆疊 因為它是癌細胞 它隨時在分裂 所以它已經堆疊成染色體 而且這個染色體 它已經複製好一份了 這本來是一份 它已經複製好另外一份 所謂的解面染色體 所謂的解面染色體 所以 從這樣的一個pattern 你可以知道 這個細胞 它一定是 正要進行分裂的細胞 而且它已經複製好了 準備要分裂兩個 分裂成兩個細胞 我們如果把它 規則的排列起來 從23對的染色體 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訊息 提供我們什麼樣的訊息呢 比如說 把這個細胞的染色體 如果把它排列起來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哇 這個細胞 每一個號碼有兩條 就是一對嘛 我們一共有23對 所以 這個跟這個成為一對 可是呢 它每一條 事實上又已經複製成 又已經複製成 姐妹染色體 準備要分裂了嘛 準備要分裂 所以一號呢 就有四條 本來是一條 一條 叫一對 現在每一條呢 它又複製一次了 它又複製一個了 成一個所謂的 姐妹染色體 那從這個染色體呢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它是 這個人呢 我們說乳癌 當然是 不知道 男生也會有乳癌 Anyway 我們從他第23對 染色體 23對染色體 是所謂性染色體 我們就可以推測 這個是從男生 或是女生 所得到的一個sample 所得到的一個sample 如果是男生呢 我們所看到的性染色體 是xy這個pattern 如果是女生呢 是double x 是兩個x的一個pattern 兩個x的一個pattern 那這個地方 我把換證片 講義的換證片 稍微調整一下順序 稍微調整一下順序 很多人懷孕之後呢 都會去做 所謂羊膜穿刺 羊膜穿刺 預先想要知道說 這個小孩子 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呢 或是說呢 可能要先知道說 這個小孩子 有沒有一些遺傳疾病 比如說 你如果超過40歲 要生小孩呢 很多人都會去做羊膜穿刺 為什麼 因為超過40歲 等一下我們後面的換證片 馬上就會提到 超過40歲呢 生下所謂的 唐刺症小孩的一個機率 其實很高 其實很高 所以呢 就會擔心有一些 這個 遺傳遺傳的一個變異 生出了奇胎兒 等等這些的問題 所以年紀大 都會做這種 所謂羊膜穿刺 羊膜穿刺 就是在超音波的導引之下呢 你把這個注射針筒 把一個針筒 針啊 針頭呢 插到 從肚皮插進去 然後在這個 這是胎盤 提供胎兒養分的這個胎盤 那胎盤裡面呢 有所謂養水 抽這個養水 這個小孩子在發育過程 他一定有一些皮膚啊 皮 他的皮膚呢 會有脫皮的一個現象 所以在養水裡面呢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這種細胞 這種細胞 像皮膚脫離的 這些細胞 這些細胞 那你把這些細胞呢 把它抽出來之後 抽出來啊 加以啊 把他的基因啊 加以放大 離心之後呢 收集這些細胞 然後加以放大 加以放大之後呢 你把這個細胞裡面的染色體啊 然後來做像我們剛剛那樣的一個排列 做像這樣的排列 那你基本上 你從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 這到底是男生啊 女生啊 對不對 女生就是double x 男生就是xy 的二三對性染色體 所以從那個 染色體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是男生還是女生 那是男生是女生 其實也可以 不用這個方法 我們現在有太多方法 像超音波 很容易就可以辨識出來 是男生是女生 那 做養魔穿刺 一個重要的地方 是你可以把這個細胞 拿出來 我們可以有這個細胞的基因 那接下來就可以去分析啊 這小孩子 是不是一個正常的小孩子 跟目前已知的 這種疾病 這種 突變的一個 資料庫裡面去做比對 這個小孩子有沒有攜帶啊 這個 不正常的一個基因 不正常的一個基因 比如說 像唐氏症好了 唐氏症好了 他是一個 中到重度的一個智障 大概有40%啊 有所謂的心臟缺陷啊 然後他發股骨骼 發股不正常 所以他的身軀啊 會比較跟正常人不大不大 一樣 比較不大一樣 那 像運動技能啊 也可能會比較差一點點 比較差一點點 估計啊 大概每1000個到1100個 新生兒裡面啊 只有一個是唐氏症的小孩 唐氏症的小孩 那唐氏症的小孩呢 事實上啊 他是 在21號忍色體啊 他有三條 我們說 正常人啊 都是一對 但是呢 他在 唐氏症的小孩啊 在21號呢 他有三條 正常人都只有兩條 他有三條 他多了一條染色體 多了一條染色體 所以呢 你如果這個 從這個孕婦啊 去抽這個養水 然後來做 這個 小孩子的一個 基因的一個分析 染色體的一個變異分析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他 這個小孩子呢 是不是唐氏症的小孩 是不是唐氏症兒啊 是不是唐氏症兒 那 一般來說 整個population來說 所有的人口來說呢 大概1000到1100個新生兒 只有一個是唐氏症的小孩 可是呢 如果你超過35歲才生小孩 生下唐氏症小孩的一個機率啊 就非常的 就開始逐漸的上升 開始逐漸的上升 你到50歲才生小孩子啊 有十二分之一的機率啊 會得到 會生出來唐氏症的小孩 那你就會說 天啊我又不是生十二個 我生一個而已啊 那機率不是很低嗎 十二分之一就代表說 十二個裡面的第一個 有可能就是 最後一個有可能就是 你有十二分之一的機率啊 所以 年紀越大 開始生下這種唐氏症小孩的機率 就越大 當然唐氏症小孩只是 其中的一個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 那我們的 這個小孩子 他的一個基因啊 有任何的便利呢 生出來的小孩子 當然就會有一些問題 唐氏症只是我們這邊 舉出來的一個例子 舉出來一個例子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這個細胞周期 我們知道 這個細胞周期很重要囉 它是一個細胞 變成兩個細胞 那你要讓你的遺傳物質呢 能夠 這個有效率 然後正確的複製 然後分配每個新的細胞 這個過程呢 叫細胞周期 那整個細胞周期 那整個細胞周期 又可以分成兩大部分 一個部分呢 叫所謂的間期 間期 所謂interface 間期 那間期主要的工作啊 就是DNA的合成啦 還有染色體的複製 因為它接下來要分成兩個細胞了嘛 所以它DNA 必須要合成 然後把染色體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 那整個間期 也是準備工作的意思 那接下來呢 才會進入所謂的 有失分裂期 進入有失分裂期 那間期所做的事情 就是讓染色體呢 複製一份 變成所謂的 解媚染色體 變成解媚染色體 那有失分裂呢 就把這個解媚染色體呢 再分給每個細胞 分給每個細胞 所以 其實有一定的順序 有一定的順序 那這個是 解媚染色體的一個 示意圖啦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這個染色體呢 它已經複製了一份 複製了一份 那這兩個 這一個原來的 跟這個複製的這一份呢 它中間會有一個連結 會有一個連結 那這個連結呢 可以稱它為是一個 著思點 是一個著思點 那這個著思點 到底什麼著思點 是讓什麼思 來複製呢 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 要進入後面的一個過程 等到你這裡染色體 統統已經複製完成 然後形成所謂的解媚染色體 已經複製完成 形成所謂的解媚染色體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 細胞分裂 細胞分裂 那細胞分裂是一個 很重要的過程 你如果說 經過這個interface 這個間期 然後染色體都複製了 一共呢 本來是二十三對 二十三對 本來有四十六條 那你現在複製完 這邊九十二條 那這個細胞呢 有九十二條 結果分裂的時候 哇 一個拉五十條 一個拉四十二條 那這樣就完蛋了 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 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機制 讓它每個人 分到一模一樣的 對等的 這個染色體 那就是在有識分裂期 要做的事情 要做的事情 所以有識分裂期 接下來就 又分成好幾期 所謂的前中後末 也就是說呢 有識分裂期 又跟前中後末 這四個期 這四個期 那 這個複製會不會考你們呢 考你們一些小地方 我跟大家跟你講 就好了 這個細胞它已經複製完成了 遺傳物質都複製完成了 接下來要開始分裂囉 分裂就開始進入了 有識分裂的所謂的前期 那把這個複製完的DNA呢 開始折疊成染色體 那所以呢 每個染色體都是解滅染色體 那折疊成解滅染色體之後呢 接下來要 開始要把它分成兩個細胞 到最後分成兩個細胞 一人來半啊 所以呢 這個細胞核 含有遺傳物質 染色體這個細胞核 會開始破裂 那這個 染色體呢 就會開始暴露出來 就開始離開 沒有這個細胞核的意思就對了 那接下來呢 這個染色體就會開始排列 開始排列在細胞的大概中間的地方 中間的地方 而這個時候呢 開始有一些絲 一些仿錘絲的出現 仿錘絲的出現 那這個仿錘絲啊 就是說 現在呢 到最後要分裂成兩個細胞 所以呢 每個細胞的個 的極 它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所謂的中心體 這不會靠你們喔 下面有一個中心體 它就放射出仿錘絲 那這個仿錘絲啊 所連結的位置呢 剛好是在解滅染色體 一個叫著絲絲點的一個位置 著絲絲點就剛剛所說著絲絲點的位置 那 到了中期 就排列在中間了 到中期排列在中間 那仿錘絲呢 記住仿錘絲 我們等一下後面講抗癌藥物 有一個就是針對仿錘絲 所以 你要有一個印象 有一個仿錘絲這個東西 那 所以這也要聽懂 不然後面抗癌的地方 你就聽不懂 這個地方呢 仿錘絲 把這個解滅染色體呢 在 著絲絲點這個地方附著 然後接下來呢 開始一人拉一邊 所以這樣去確保啊 你所形成的解滅染色體 可以 均勻的 每個人拉一個 每個人拉一個 然後到最後呢 就細胞進行細胞分裂 進行細胞分裂 那這裡有一個動畫 大家可以看到 實際看到一個細胞 它進行 這個細胞分裂的一個過程 細胞分裂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時候呢 是在細胞分 這個細胞周期的哪一個地方 哪個時期 有失分裂期的中期 對不對 有點不是很清楚 染色體呢 截面染色體 都已經排在細胞中間了 都已經排在細胞中間了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看到 仿錘絲你看不到 那接下來呢 仿錘絲左邊拉 右邊拉 就把這個染色體呢 一人拉一邊 就分開了 本來是解面染色體 現在左邊拉 右邊拉 就把它分開 拉開之後呢 細胞分裂 確保每個人都拿到 相同的一份染色體 相同的一份染色體 我們可以再看一次 這是中期 有失分裂期的中期 都排列在中間 仿錘絲你看不到 那接下來呢 左邊拉 右邊拉 就分開了 我就分開了